大家好 我是靖敏 感謝冠軍 錦霞 施涵今天的陪伴 然後我今天有 遇到了 我認為是三個事件 就第一個事件 我在蠻前期的時候就失業兩次 其實很痛 因為 失業一次是9650的樣子 我這樣真的撐不住 然後中後期也失業一次 但是其實我都撐住並沒有破產 因為我前面 我會去理財就會知道說 我走那一格我會有多少錢 然後我如果暫時把 會踩到失業的風險的那一格管控起來 我還剩下兩千還是多少 可以去做投資運用部分 然後如果我過了失業的話 我就會開始再放大膽的去投資 但是到快超越下限的時候 我還是會去抓我銀行結算日的日期 去抓我那個穩定的那個 不會去失業破產的那個風險 然後第二的時候 我又遇到了第二次 就是中後期手上 有很多現金 但是一樣苦沒有機會 這在我上一次的時候 我有這種體會 所以我覺得機會 真的蠻重要的 然後在第三點 是我前期的時候 我手頭有足夠 然後我剛好就像我講的 我可能剩個三千多塊吧 然後剩下就是可能我會踩到失業 然後我抽到一個小企業 然後我手頭足夠所以我就花了三千塊 買了這個小企業 然後後來經過兩次的市場風雲 他幫我帶來六百塊的現金流 然後算一算有二十趴的報酬率 我覺得也很高 然後因為那時候前面真的沒機會 到後面我也是自己去選擇一個 覺得好像還是有一點去創造來的現金流 然後我感覺真的是理財理得好啊 風險少煩惱 然後這我現實的人生相關 我會覺得 學習現金流到一個階段 我會去注意風險 但我覺得我的精明度真的還是不夠 然後最近也開始在生活上 會去拿計算機上面按 按說前進年出利息幾趴 然後如果我怎麼走投資平台 然後幾趴然後怎麼把本金處理掉 或者是我這裡的利率不夠 我要怎麼才去想辦法借 然後更低的利率 然後再去代把這個整個 前進前出就是用得很好這樣 謝謝